最近上海瑞丽文化商业广场物业服务中心通知 将配合政府严查疫苗接种情况 如还有未接种的请尽快接种 后期将凭接种码进入小区 并呼吁入住业主请尽快接种 还有上海永胜小区挂出横幅 上面写着2021年6月7号起 未接种新冠疫苗人员禁止进入永胜公寓 上海市民业女士表示 她住的小区里居民被追着打疫苗 吓得他们都不敢出门 上海市民透露 上海每个区每个街道都有疫苗接种指标 因此出现抢人打疫苗的乱象 还用送点日用品的手段来刺激民众打疫苗 有上海市民质疑广州有人打完疫苗后染疫 已宣布停止接种疫苗 显示国产疫苗是反效果 为何上海仍在鼓吹民众打疫苗 有统计刺激民众打疫苗 我们的以色列确诊人数几剧下降 新唐人记者雄斌黄宇宁 拆计刺激民众打疫苗